我们来讨论的是绝对值函数的状况 那么题目要我们画出 y等于绝对值x的图形 并讨论它的状况 那我来看看这个图形怎么做 当各位同学遇到的是绝对值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是绝对值呢 就是正的还是正的 负的也会变正 那我要用分段的方式来处理 会比较简单 当它是x的时候 就是直接把x绝对值去掉 那么情况是在什么状况呢 在x是在大于等于0的情况之下 可以直接去掉 那么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负的呢 x是负的 我也要保证它是正的 负的我们就再加一个负号 以确保它是正的 那这个地方是小于0的时候 负x反倒是变成正的 好 这样子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图形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图形怎么画呢 这是x轴 这是y轴 y等于x在大于等于0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斜率为正1的一条 斜角45度角的这条线 那么在左边这边 小于0的部分 就变成了y等于负x y等于负x的话呢 图形是 刚好是对称的 这个地方是 夹角90度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y等于绝对值x的图形 那么 它要我们做一个讨论 这个地方来说 当x是等于0的时候 f的话呢 在x等于0 那么有没有断掉呢 没有 它是连续的 而且 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函数 它在实数上来说 全部都是连续函数 但是 这个点 是一个尖锐的点 它不是平滑的 也就是说 它在x等于0的时候是 不可以微分 什么叫做不可以微分呢 就是它的微分值是不存在的 它切线斜率 各位同学看 从右边的角度来看 它的多了那么一点点 它的切线斜率是正1 从左边来看 它的切线斜率是负1 所以左导数跟右导数 不相等 那么我们就称 在这个点来说是 不可以微分 那么这个题目 各位同学 你们一定要会 而且这个图形 要了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以连 是连续 但是不可为分的一个反例 那么同学的话呢 一定要了解它的意涵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